需要抓那個網路上的資料 所以我們用Google找一下大樂透歷史 當然你們將來也可以去找別的 那我們就找到樂透雲裡面的那個大樂透 那它還有其他的 你可以去找別的 甚至別的國家的 美國的、歐洲等等這一堆 那其中的話 第一個你要觀察什麼 它這個大概裡面有多少頁面 比如說1到16頁 那你先點第一頁 你會發現先找出它的規則 它的規則一定是什麼呢 Index Page 1 如果你找那個下一個的話 一定是Index Page等於2 所以如果你已經知道它的規則性的話 那你只要怎麼跑個回圈 就可以自動把資料給抓下來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先怎麼樣 針對Index Page 1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呢 然後到什麼呢 到那個Excel裡面的 把那個程式錄下來 怎麼錄下來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也許新一個工作表裡面 用資料裡面的從Web 然後呢把這個網址給貼上去 貼上去到之後它會跳一些什麼 這些東西 反正就一直試就對了 然後就告訴他說呢 我要 我要的是哪一個呢 要的是這個表格裡面的資料 幫我下載到哪裡呢 下載到A1 不過這邊的話可能會這邊打勾 那當然這個是只有下載什麼呢 下載Index Page 1的1的資料 1的這個資料 但將來我有2有3 一直到多少 一直到16 所以呢 你這邊可以for either 1到16 它就會一直幫你下載 這個一樣頁面的 不一樣頁面的 這個同樣的一個表格 到哪裡呢 到A1 不過呢 如果你每一次都下載到A1 它會蓋過去 所以呢 我們可以第一次是A1 可是第二次的話呢 就向下追蹤 一直向下追蹤 這樣的話呢 全部的資料呢 就通通下載下來 所以你按匯錄的時候 它會 跳出說 它到底下載到哪一個 那這個1的話呢 第一次是1 可是之後的話呢 就是最下面一列 那你就把按確定 它會下載一個 那我們是把剛剛的動作 錄製下來之後的話 然後呢 做修改 那我想改的地方 請各位回頭再看 如果有些 細節不是很瞭解的話 你可以看雲端上面 數學函數裡面 大樂透歷史資料 這邊我都有敘述 第一步的話呢 是先把那個 聚集錄下來 然後呢 再做修改 動作我這邊都有 所以 那改的部分的話呢 第一個 你一定要先把這一行 給刪掉 或者前面加個單以後 因為這一行是多的 那其他的話 就是改這邊 index這個 跟哪一個呢 跟這個A1的1 所以我錄好之後的話呢 我再做修改 那修改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把原來的程式 這個是錄下來的 大樂透歷史 這個下載 複製之後呢 把它貼到底下 改一個名稱叫P次 那P次意思是說呢 我要 1到16 也 所以我for i 等於1到16 next 然後呢 這邊就把 這個i的詞 取代到哪裡呢 所以關鍵的地方 就是這個i的詞 把它丟到 這個index page 等於 這邊的話呢 就是i了 OK 就是把原來 1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 你們寫程式 其實程式裡面 不外乎就是 你需要哪邊 會改變 然後你就增加一個變數 把那個變數呢 放到要改變的地方 程式都寫出來了 OK 不論是不是VVA啦 VVA是不是用這種語言 以後如果你 即便你用 其他語言 像要寫一些什麼 現在很夯的AI 或者是一些 大數據分析 物聯網等等的 其實概念都是一樣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 只是說 它的叙述方法 不太一樣 好 那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你要下載到哪裡 所以呢 如果A1等於空的 那這個敘述的話 就是當我第一次下載的時候 第一次下載的話呢 當然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這個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的話呢 我做什麼呢 我就R等於1 這個R實際上 指的就是什麼呢 指的就是我將來 要到A的哪一個列 哪一列喔 所以這個 這個1指的是第一列的意思 第一列 那如果我說呢 我今天不是第一次 裡面已經有資料的話 那我這個R就向下追蹤之後 到那個位置的下一列 所以如果是向這邊的話 我這邊向下追蹤到這邊 應該從102 再把資料給下載下來到這裡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第一步就是 學會錄製劇期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修改 修改程式 修改哪些地方呢 其實雲端上也有 我也有把那個 修改好的完整的畫面 放在這邊 關鍵就是 第二步就是 把錄製的大樂多下載 改成那個P次的 改哪些地方 我這邊都有把用黃色的字 做註解 其實就改這些地方了 那第三個步驟呢 你把資料全部下載下來之後 那你會發現 裡面會多了一些東西 那你就把那些東西給刪掉就好 比如說我這邊那天 P次大樂多下載執行 他會幫我跑 1到16頁 的那個資料 到我們的 Esser裡面 其實很快 網路上的資料 其實這能力真的必須要 因為現在每天很多人工作資料 都在網路上 那網路上的話呢 如果每天都複製貼上 如果假設100頁 你不貼100次嗎 每天都要貼 你看每天365天加起來 你看他要浪費多少時間 但如果他只要做一次之後 以後 就很開心按下去 這樣就完成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學生裡面很多都是 本來不會 病人會之後 感覺他的眼神就不一樣了 感覺就是很很輕鬆很愜意 然後整個就感覺很有自信心 但他不會之前每天都愁眉苦臉的 因為為什麼很疲累啊 眼睛都黑眼圈為什麼 因為眼睛光看這個螢幕做同樣的動作都累死了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學程式啦 主要原因跟各位講 跟我的想法一樣 重複的事情我覺得不會做第二次啦 為什麼這浪費時間還是要徹底的解決一個問題 那怎麼樣徹底解決一個問題啊 真的要把程式寫出來啊 不過真的要把程式寫出來沒那麼簡單 你看這個我沒有講很多東西啊 但是實際上都是必須要很有組織很有系統哦 OK一個錯誤都不行發生哦 所以程式沒有99分的哦 你99分也是執行不出來 有沒有一定要100分哦 所以剛剛東西沒有很多啦 但是你不能錯任何地方 有沒有 所以剛剛東西真的不複雜 可是你真的一個地方都不能錯 哪怕是後面這邊少一個加一 哪怕這個位置少一個什麼 那同學常常少一個什麼雙引號啊 之類的東西啦 反正我太多了 一個都不能錯 所以你每一個地方都要真正了解 而不是死倍哦 所以哦 如果你其中考試啊 考這個東西啊 很多人呢會卡住 平常都OK的 但是啊 一考試緊張就忘了一個小小的地方 那當然一定會出錯啦 OK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把資料全部下載 第三個步驟的話呢 當然就是怎麼樣 怎麼樣有幾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邊會重複出現 所以要刪除列 再來就是說呢 就是再來刪除列之後的話 他的資料是放在同一個這個儲存格 我要把它分開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上禮拜有講過啦 再來我們就寫了一個刪除列 啊怎麼刪除列上禮拜講過啦 所以你有忘記的話 請你看一下上禮拜影片哦 我也把它放在Poto上面 應該有看到啦 回去自己再看一下 你可以反向刪除 如果遇到呢 他的A欄裡面哦 是什麼呢 日期兩個字 那就幫我刪掉 所以你會發現我寫好這個之後的話 把它全部執行 它全部都不見了 這裡面就不會再有什麼 日期開頭的 只剩下 第一列是藍名 不會多的 再來的話呢 我們完成了刪除列之後 再來就是把什麼 把這六個號碼 快速的把它變成六個儲存格 那就這個地方就要把它剖開 剖開之後的話呢 丟到那個旁邊啦 啊怎麼做 我們上禮拜做過啦 所以這部分我也不贅述了 如果你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請你到我們Poto上面 影片連結我都有 我已經把它錄影下來了 OK哦 所以你細節部分自己再看一下 那我把最後的結果Demo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他就是這邊錄好了 結果就是用資料剖析 那基本上的話就是怎麼樣 游標先放在D1 把它變1到6 123456有沒有 然後呢 再把游標放B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再做資料剖析 剖析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剖過來了 剖過來之後的話呢 當然最後呢 有同學好像忘了 錄一個刪除B欄的動作 有沒有 當然你可以自己寫啦 Column指的是哪一欄 B欄後面加一個Delete 就是刪除B欄 這個是我自己寫的 你們如果用錄製的話 會是兩行 有沒有 先選 好像什麼 Selete 然後再把它Delete 有沒有 那其實結果是一樣啦 不過我是建議 如果你會寫 乾脆自己寫 如果不會寫 用錄製也沒有關係 反正結果會是一樣的 OK 那把B欄給刪掉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我們的那個二刪除列 三資料 最後的話呢 就做一個什麼 把它欄寬做一個調整 欄寬怎麼做調整呢 基本上 我們最後這邊好像把 P4下載這邊是放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Col 就是第二的話是Col 所以我就把它Col什麼呢 Col刪除 刪除列 然後呢 4的話呢 就是3的話就是 在那個把 這邊的話 然後就是 3的話就是資料剖析 所以一樣 Col資料剖析 Col然後把資料剖析 放在它後 它就會去呼叫它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可是第四的話 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藍寬什麼 自動調整 那個物件叫Colors 就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Colors就是所有的藍 點什麼的 Auto Auto Fit Fit的話就是自動調整藍寬的意思 自動調整 藍寬 OK 那這樣的話全部跑完 如果我執行這一行的話 它就會全部藍 所以我們把全部做完一次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這邊都批示下載 加上Col它 Col它Auto Fit 所以做完之後 那全部跑完 全部下載 下載完之後呢 就自動全部幫我把那個 結果給做出來 這邊 OK 你會發現跑跑跑跑 跑完之後的話呢 藍寬自動調整 一氣呵成 最後你就怎樣 再做個按鈕吧 也許這邊 好像最後我們有練習 這邊做一個按鈕 這邊也做一個按鈕 這個是執行這個 另外有一個清除 就把這個範圍給清掉 就完工了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已經 全部講過一輪了 剩下就是你們的 請各位 你做完 如果你這不熟 你先做 做完之後的話 請你練習什麼 當然改一下 也不要野心太大 你乾脆就改 改成 威力彩 還是改成什麼大幅彩之類的 反正這邊上面很多彩 OK 這邊有威力彩 一場也蠻多的 哇 也有11個配群 或者是說你改成其他的 反正就是 再做一遍 那做完之後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地方 我是沒有講到 但是這邊雲彩都有 最後請你把那個什麼呢 比如說我這邊是 大樂透的分析統計 有沒有 增加一個工作表叫分析統計 那你告訴我 比如說大樂透是1到49號 他的機率哪一個排前七名 這個是前面有沒有用那個樂透彩做過啊 所以等於是再多一個這個 這個有點像一個報表啦 反正你就是告訴人家答案就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 當然 第一個 重點是把 大樂透的那個歷史資料 把大樂透的這個資料下載 第二個的話就是 去做個變化題 那當然你不要跟別人一樣就好了 不要每 不要每個人都選什麼威力彩啦 你別就選其他的彩 當然如果說你想要挑戰 更困難的 你可以去下載別的東西 但我也不反對 只是難度會更高 因為如果用威力彩 其實邏輯都一模一樣 只是換個東西而已